世界中团队的主题 大家好 大家好 可以打赏了 好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 今天 灯光好难敲 今天虽然游戏时间不过 大家开会后面会有点压抑 我先把視窗弄小一點好了 也看起來它太大了 有點可怕 好 那後面呢是看板娘 這都先不要管它 不行 看起來好像我找MORE一樣算 好 那麼今天呢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大家如果看過我大概幾年前的日常的話 應該知道說其實我個人雖然遊戲玩得不好 但是我還蠻喜歡收集一些周邊的 其中一個就是遊戲手把 大家有看過的話應該知道 其實我喜歡的遊戲手把是比較復古的 結果我不是很喜歡後來 因為後來的遊戲手把 尤其電腦遊戲手把 幾乎都是直接仿照PS的形式 就是這樣 選擇兩個角 就方便我 它的確是一個最好的 它的確是一個最好的 怎麼講呢 最好的 手把的控制器的形式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那已經少了個味道 就是它缺少了很多賭創性 那有目前買過 我看我飛飛一下吧 我目前買過最好的手把 應該是我目前擁有的最好的是這個 是這個 就是羅技的這支手把 因為它可以直接完全對應360類型的遊戲 那大家知道有很多遊戲呢 它移植到電腦板上之後 它其實是會去寫入360手把的程式 那以這支來講它可以完美去對應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設計形式其實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 就是也是這種雙握柄 然後呢雙震動 就是雙類比 然後也是一樣的 按鈕的數量也差不多 那雖然後來 後來更超世代的手把 但後來的超世代手把 它確實有很多的改進 但是基礎型就那個樣子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呢 因為我之前陣子 我去網路上的 我去網路上的商城 之前有看到一個 有看到一個專門在 有看到一個商家在賣一些 賣一些遊戲控制器 那說他買 那我之後看到他賣是這個 那種 懷舊型的 那我看到他賣這個東西 對就這個 這個可能年紀比較輕的朋友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是超人手把 那很難得 因為懷舊類手把 現在很少人在做 那就算做懷舊類手把 他還是無法脫離PS的 那個形狀的設計感 那這個呢 這個完全就是按照當年的超人 就超級任天堂 超級任天堂就是 一個任天堂相當經典的主機 一個16個元主機的設計方式 就完全一模一樣 不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這畢竟不是任天堂出品 這是一支副廠去算是仿冒吧 仿冒出品的手把 所以呢 他當然不可能 他當然不可能達上任天堂 但是 基本上他的設計 配扭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十字鍵 然後這邊有 A B X Y的設計 然後再次是Sup Select 還有這個就是LR 那這種正面四件配置跟LR的設計呢 超人就是第一個 應該是 我記得超人就是第一個這樣設計出來的 那之後 無論是PS2也好 還是 不是PS2也好是之後呢 就這樣子的正面這樣子的配置 已經算是一個基準 那類比的話呢 就是後來的東西 類比要改就是 PS後期之後研發出來 那還有LR設計也是 那 因為有六按鍵配置 所以就變得是 它的 在緊干說十按鈕配置 那 這樣子其實 就讓遊戲的操作性的 變得更深更廣 不過即使如此 超人一開始 有很多遊戲 事實上並不會六千都 並不會六千都按到 有很多遊戲 其實 它算畫面 音樂都進步 但它其實玩法易按 是相當的簡單養存 所以 有完全支援全部按鍵的遊戲 其實也不多 不過這是相當的代表性 那事實上 其實我有買一個紅白機板 不過紅白機板那個 我 因為買了就壞掉了 所以 那個我就沒有什麼拿來拍 我根本沒有拿來用過 所以就 不拿來講了 而且它用的是 美版FC 就是NES NES系統 就是美版的手把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這個的仿震度就相當的高 這個完全是按照美版的 幾乎就是少了Mark以外 它的顏色 按鈕配置 跟它的厚度什麼的 它完全 這個完全是按照 美版的 美版的紅白機 就是美版的FC 我們講的紅白機的 那個配置一模一樣 然後 這個的話 但它是美版 所以我想台灣的觀眾 應該很少看到過 看到過這種樣式的 所以 該怎麼講 我是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比較喜歡日版的那個 因為日版版的 至少它的手把比較薄 對 那這個 這個手把的好處是在於 它的十字鍵設計相當的高 那 而且按的觸感也很不錯 那兩個 就是它的那個設計來講的話 它的觸感很好 比較脆 所以按下去比較實感 但是該怎麼說 因為它壞 它 它裡面焊接點 其實斷了 所以 我試著把它焊回去 但依然沒有用 那推貨很麻煩 那因為那是很便宜 那是不到100塊 就100塊 不是不到100塊 是它只有100塊 那 還算便宜 所以我 試著之後再去買錫條 再重新焊一次這樣 那我買這個呢 這個的話呢 它就沒有那麼按照原來 應該 它其實是 每日混搭 因為 它的顏色 它顏色其實 日版的話 顏色應該是白的 那它這邊是灰色 那 但是它的按鍵呢 它按鍵的這個四色按鈕 又和日版一模一樣 不過 怎麼講 它按鍵的 質感 材質感設計 還有它這種圓面設計 其實又跟原版的不太一樣 但是按起來其實很鬆 按起來比較鬆 該怎麼說 也不能說鬆 它比較脆 剛剛那個紅白機 那個比較硬 FC那比較硬一點 那這個超韌的話 比較脆 其實設計感覺還不錯 那它的LOR呢 按起來收感還蠻好的 我知道要講什麼 我一定要不好的話 就是這個十字鍵 因為它很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很淺的關係 所以你很容易就 上下鈕 有時候就會按 就是 你可能按左右 就會一起按到上下 對 那需要高度精密的操作的時候 這按起來就會相當的不方便 那格鬥遊戲玩起來很不方便 超韌上也是有格鬥遊戲 像是跨哈旋風 或是像英雄王 或二郎傳說等等 那玩起來的話 這個十字鍵玩起來 基本上就跟 用PS系列的 那個很特殊的十字鍵一樣 一樣很難按 那它比那個更嚴重的在於是 它很容易按到這樣 就是它很容易按到這種斜上 斜上或斜下的按鍵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的話 這個手把的操作感其實相當不錯 就除了十字鍵 那相反如果說你今天玩的遊戲 它沒有堆那麼多方向的話 那這個對 這個玩起來這樣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至於說怎麼買的話 我覺得大家自己去網拍商找 因為我不想打廣告 因為這個賣家 它賣我那個紅白機的東西 其實我 那紅白手把的那個損壞 讓我覺得還挺不爽的 所以我不想幫它打廣告 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其實是你去eBay買到 就是你去 因為它其實是 國外常常出的東西 去eBay什麼也可以買 直接買到這樣 好 那當然今天 既然是遊戲時間的話 我想還是要玩遊戲 那玩遊戲的話 我就用這隻手把來玩 我就直接用這隻手把來玩 那 呃 哪個玩家好了 我用這隻手把來玩 那等一下我會用攝影機 就是直接拍攝 我操作這個手把的狀況 然後玩一款超人的遊戲 OK 那麼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 嗯 呃 大家看到我的桌子還是一樣亂 這沒有辦法 工作就是這樣的 我工作會讓我的桌上一堆電線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如果各位以後會想走 有什麼影像啊什麼之類的 你們可以體會到這種 唉 這種邋遢生活怎麼來的 嗯 好 那麼調整一下焦距 好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我的這個 這個電腦的這個攝影頭啊 其實是 它其實PS2的玩具 PS2的那個 什麼 欸 iToy 對 iToy遊戲我也有啦 對 它算是T-Gun 它算是比較早的T-Gun遊戲之一 對 但是 說這麼說 嗯 也挺不方便的 好 就這樣好 放這裡好 放這裡好 好 那麼我們準備開始吧 講這麼多遊戲 講了十分鐘的手把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 有興趣的朋友可能不多 但是我就想來講一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呵呵 好 那麼 我們來玩的呢 就是 我們來玩瑪利歐 對 既然要玩超人遊戲的話 我覺得 玩瑪利歐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就直接玩個儀帶好了 玩個經典的儀帶吧 欸 欸 怎麼這麼多傳檔 那大家看到其實瑪利歐的話 用的按鍵也不多 就這樣子而已 就 其實有個跳 跟 就是 就是之後你可以 就是等於B啦 按這個 它變成是 這兩個 A B兩個按有多個跳 然後X Y 就是以前的B鈕 就是像是加速跑啦 或是發射 發射 這個火球 好 那怪於超級瑪利歐呢 這個遊戲我想 我應該不用多做什麼說明吧 因為應該每個人都玩過這樣 我就順順跑一次好了 那事實上其實我還蠻緊張 因為 該怎麼說呢 因為 其實 我還沒有很習慣 用這個手把玩瑪利歐 我是用這個手把玩過其他的遊戲啦 對 但是 瑪利歐還是第一次 啊 所以有點手忙腳亂 各位就多多包涵 我也不是神人齁 所以神人可以這樣子 啊 最初通關只要十幾分鐘 是怎麼 沒有什麼辦法 啊 欸 啊 嘿咿 呃 啊 五千 啊 還好還好 我剛剛在看那個 我在看我的 嗯 我試穿我 嗚呼 這是我們對到 那玩到 我們在玩到什麼時候 玩到 我想就玩到20分鐘好了 結果反正我們現在一個試況 一起收就20分嘛 我們就慢慢玩 因為其實今天就只是想要 演示一下這遊戲 這個手把 給大家看一下而已 其實想想這還挺無聊的 不過怎麼說呢 那我喜歡分享一些東西給大家 那分享其實不見得就是 不見得一定就是什麼 呃 一定非得是遊戲實況不可 那只是 該怎麼說呢 嗯 我想分享一些樂趣 那這種懷舊樂趣 其實能夠 能夠有感覺的可能不多 呃 但 我想跟我一樣 差不多年代的人應該是不少 好啊 所以 啊 所以就 大家加減看吧 呵呵呵呵呵 欸 欸 其實不該跳躍的 我覺得 啊 我們就乖乖GG的從 乖乖乖的從第四關開始玩好了 死的比較快一點 呵呵 其實我蠻喜歡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其實也是 呃 怎麼講呢 相當完美的重製 可以把他踩死啊 可是我每次都跳不上去 所以 沒有辦法 可以怎麼講呢 功力不足 因為其實我並不是很會玩瑪利歐 對 該怎麼講呢 因為這款遊戲 瑪利歐C6我會玩的 大概就只有瑪利歐六四了 而且況且那也不是 也不是真的我會玩 那也是通過各種 各種各種死亡 然後各種的重來這樣 所以那我看我玩得很踩 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能說是必然吧 那看到那個磚塊嗎 那磚塊是個很很 很傳統的陷阱 告訴你可以下去 而且磚塊 磚他發現什麼都沒有 他就是讓你下去 然後不能得到最高分這樣 這算是相當早的一個 孔屏陷阱 對沒有錯 然後看到目前我用的 所以就剩兩顆劍而已 不過畢竟 這遊戲就是這樣子 兩顆劍就夠用了 我目前手上 能夠用到 全部用到的話 大概是Lawcronix 可是問題是 我用手把玩的遊戲很踩 所以我就 我就不玩了 喔 啊 是我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 所以我不要要求最速通關的話 慢慢玩其實 也沒有那麼難的感覺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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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個感覺而已 要講求Kimoji的時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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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跳關也不怎麼規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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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過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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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非常不靈活 沒有上面這邊好了 有點 因爲我現在其實把手架在咄 conceOver上玩 它的優點不是很靈活 年紀大了 嗯 好啦 反正我要寫不寫魔的目的啦齁 你就只是想大家懷舊一下 喔 喔 啊 欸 沒跳起來 還是我幹 我在幹什麼 呵呵呵 唉 不知道在幹嗎 怎麼會這樣子啊 欸 啊 我應該要玩別的遊戲 好啦 我專心一點玩好了 我至少把這關過一過好了 結果我剛剛都在那邊一直住 一直看 都不專心 專心玩一下好了 跳不過去啊 跳不過去啊 唉 燈 想要那時候遊戲音樂真的很單純 欸 欸 遊戲音樂真的很單純欸 就這樣就 一首歌然後 三首音樂吧 三首音樂就可以 這款遊戲就把我辦 不錯 想當初 想當初洛克人那時候 那時候音樂還蠻多熟的 就八大頭目加 三個威敵關卡 嗯 那太空戰士也是音樂也是很多首 很多首 慢慢慢慢玩吧 慢慢玩吧 我覺得好像雞也沒什麼用 嗚 欸 啊 兩千而已 不錯吧 雖然 玩得不怎麼樣 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 手把感覺是蠻好的 好啦 再玩一關喔 這死光就不玩了 好 我已經我死快一點 喔 看到沒有很快吧 呵呵呵 好繼續 好 結束了 再結束了 好啦 那今天的重點其實就是 介紹這個東西喔 玩遊戲值順便一下 不然我覺得只介紹 手把太無聊了 到沒有想到我 瑪利歐可以玩這麼爛 不好意思 真的是蠻爛的 OK 那麼今天的死光就結束 呃 主要就是給大家介紹 關於超人手把 還有就是電腦版 懷舟手把這個東西 那事實上呢 這邊也順便講一下就是 我 因為我喜歡收集像這樣 我很喜歡像這樣的手把 如果之後有類似的 呃 懷舟 就電腦用懷舟手把 重點是它是 USB介面 因為現在 大家都知道現在已經沒有 GamePro這種東西了 USB介面的懷舟手把 不然不管是SEGA的 Megadrive的也好 還說 以SATIN為主題也好 都可以 因為 只要不是PS設計都可以 只要不是那種PS 手把設計的那種懷舟手把 我都很喜歡 那如果說有誰 有知道說類似的情報的話 麻煩告訴我 那我會收集 好 那麼今天呢 怪之遊戲手把的這個 實況到這邊結束 好 我們之後 有別的類似的東西 我會再跟各位分享 OK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作詞 кни 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作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